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 我是石超 9月2号 我们现在看到这段视频 我一会儿跟大家放在后面 就是我中间讲一段放在那里 这是赖清德昨天晚上 就是9月1号的台北时间的当天晚上 在接受电视媒体采访的时候 他陈述了一段话 这段话讲的是中国 就是站在作为中华民国总统的角度 如何看待中共国习近平 对台湾的统一 所谓祖国要统一等诸如的说法 我看过之后 这段话被包括路透社很多的媒体 ABC都去转载了 应该讲迄今为止 这是赖清德 在有关分析中共国的所谓祖国统一 保护台湾 祖国统一武力解放台湾的一切一切的 这种陈述 这么多年来的陈述 特别是习近平对台湾的如此的执着 不惜毁掉 比如说当初不惜毁掉香港 而把香港置身于他的完全控制之下 在这样的一种野蛮愚蠢的做法的背景之下 赖清德非常的轻描淡写的 轻描淡写的 耳聪慕明的 就阐述了大概一分半钟 就把今天习近平真正真真正正的目的 中共真真正正正的目的 就解释了清清楚楚 不得不让人感觉到 哎呦真是很厉害 赖清德非常的厉害 他在陈述当中呢 简单的说出了今天习近平的目的 他说其实他根本不要台湾 他根本没有什么解放台湾 是一个是他的毕生的意愿什么这 他说那都瞎扯 他说如果解放台湾 他在南海跟台湾有什么关系 他在东海在上头 在日本海进行跟俄罗斯联合军事演习有什么关系 他说这根本没关系 台湾就是台湾 对不对 那他为什么要 以这样的说法说呢 他说只不过把台湾当成借口 习近平总想改变规则 改变这世界的规则 改变这环境的规则 改变这周围一切的规则 而他改变这个规则的本身 他有着一种称霸的野心 在整个 这个他叫 从那个角度讲 叫西太平洋 在整个西太平洋的地区 他要作为地区霸权霸主的身份 那他想达到地区霸权霸主的身份 他就必须要联合俄罗斯 这样的话就形成了今天的场面 所以他的目标 不仅仅在台湾 那包括了这个韩国 包括了日本 包括了菲律宾 包括了印尼 包括了马来西亚 他要称霸整个地区 但是他的力量不够 他的力量不够 他就以作为所谓法理上的合法性 把台湾作为一种借口 来表达 来扩张他的野心 所以武力解放台湾 只不过是扩张他的野心的真正问题所在 如果他真的想要台湾 他说 如果他真的想要台湾 如果他真的想要祖国完整的话 你为什么不趁着俄罗斯今天最虚弱的情况下 把那包括北京条约 辉瑞条约的这个上百万平方公里的中国的土地 你给要回来 你为什么不要 你为什么只盯着台湾 当你只盯着台湾 而不要被俄罗斯 被俄罗斯侵占的这上百万领土的话 你的爱国是就是最大的欺诈 你欺诈着所有中国人 你欺诈着全世界 我觉得 我觉得 我个人其实没有想到 他是从这个角度上去讲的 那引起了太多人的一种赞许吧 就这么讲 跟大家分享这段视频 我会作为一个更改 就是图像图面上的更改 因为怕是有 我们刚刚有一个共识 中国常常做借口 对啊 拿台湾的话 拿台湾的事情当做借口 对 那我们刚才讲到第一段落 就是说 中国要攻打台湾 并吞台湾 对 不是因为台湾哪一个人 哪一个政党说了什么话 做什么事情 中国要并吞台湾 其实也不是为了领土的完整 如果真的是为了领土的完整 他为什么不拿回俄罗斯 占有了这个爱门条约 所签的那些土地呢 没错 现在俄罗斯是最弱的时候 对不对 你清朝时期所签的爱门条约 你中国现在可以跟俄罗斯要 可是你也没有 所以很显然 他不是因为领土的关系 才要来侵略台湾 那他侵略台湾的目的是何在 目的是什么 那就是想要改变这个 以规则为基础的世界秩序 他想要在国际上 西太平洋或在国际上 来成就他的霸权 这个才是他正确的目的 你很厉害 你知道因为最近路透社的独家 还有一些美国印太司令就说 你有没有注意到 中国经济现在非常差 但是他还是一样 在所谓的我们的台湾海峡 他叫做太平洋西侧这边 很多很多的军事的动作 他就是有这么一个想法 我是说他如果真的只是要拿台湾 他不必在东海南海扩军 他也不必跟俄罗斯进行联合军演 除了在台湾海峡 也到日本海去 所以我们大家看得很清楚 所以我也希望在野党也能够看得清楚 我们当然我们希望两岸能够和平发展 和平是最高的原则 也是人民追求的价值 政府有责任 确保台海的和平稳定 但是方法要对 方法要对 而且要有尊严 我相信很多朋友看过这段视频之后 他这段讲话之后 我觉得有正常思维的人 都会不得不赞同赖清德的这种 这种清晰的思考 非常清晰 其实也可以讲说非常独到的这种眼界层面 那他这番讲话 到了过了一天 今天这个9月2号 中共的对台办 没有任何人敢对这件话 就他这番讲话 发出评论 那而在西方的媒体当中 都在讲述着赖清德的这番话 我现在跟大家分享 这是这个ABC的一个中文的报道 就是澳大利亚的ABC的一份报道 他就直接引用了这段 他的引述的内容 如果中共国 这就我们跟大家报道 中共国对台湾的主张 是领土完整的话 那他现在应该从俄罗斯 收回19世纪末 清朝末年签署的 不平等条约中 格让给俄罗斯的所有的土地 他电视里讲 就说今天俄罗斯最弱 那普京一直在求你 支持他 支持他在乌克兰的战争 那你为什么不趁机要他土地呢 你为什么 如果你崇尚领土完整的话 那1号星期日晚上 电视采访 被中共国称为 彻头彻尾的台独分裂分子 赖清德直接提到 1858年的爱辉条约 条约中将俄罗斯远东地区的 大片土地让给了沙俄 就是形成了今天沿着黑龙江的 边界的大部分土地 远东地区 当时正处在清王朝末期的 清王朝都拒绝该条约 两年后是在北京公约中得到承认 所以这是被中国称为 19世纪不平等条约当中的一个 那这是他就讲述当时这个条约 赖清德直接讲 中共国攻打和吞并台湾的意图 不是因为台湾任何一个人 或者一个政党的言行 中共国不是为了领土完整 才要吞并台湾 所以这就是直接了当的 那他在视频中 在对话中 直接也就跟台湾的其他政党就呼吁了 说你搞明白 没有什么因为民进党 因为你民众党 没有 他根本就不是这目的 所以他就以这样平铺直竖的方式 嘲讽了今天 在台湾的其他政党 说你选赖清德 中共就会打台湾 就嘲讽了这种定性跟说法 包括今天 一直围绕着台湾 中共的飞机也好 军舰也好 每天的骚扰 就变成了一个笑话 就是赖清德的这份表达 就把中共的整个这样的军事上的骚扰 都变成了笑话 就是你是个骗子 你瞎掰 你根本就 根本就不是 从基础上 从大一统的 统一台湾的法理上 都是个骗子 如果为了 为了这个领土完整 那中共国为什么不收回 俄罗斯所占据的 格让土地 而俄罗斯正处在最弱的时候 难道不是吗 所以这是 在我说就是 这是赖清德 非常 非常就是 很现实的 很真实的 平铺直述的 指出了今天习近平 真正的欺诈之处 是 你可以向俄罗斯 要回这些土地吧 但你为什么不这么做呢 所以很明显 那中共国想要侵略台湾 并非出于领土的原因 所以他后面就紧接说 他是为了以规则为基础的 改变以规则为基础的世界秩序 而我们原来跟大家解释过 台湾如果想保护这个真正自己的话 那一定从道理上 从法理上 一定从这种真正的安全理由上 要把是全世界拉到台湾来 拉进来 那给他拉进来 什么意思 让全世界正常的国家 都会视中共国为最大的敌人 为最大的威胁最大的敌人 我想说他的基点在这里 那他确实 说句实在话 这一句话就给点成了 想要在国际或者西太平洋 成就霸权 这才是中共国的目的 如果真的只想要占领台湾的话 没必要在东海南海克军 所以赖清德这番讲话 就这番比喻 其实陈述了一个简单的事实 所以这就是在我眼睛里看 确实又是他的独到之处 在过去的时间里 我们没有见到任何 没有见到在国际社会上 任何的评论 在有关台湾问题 南海扩张问题 包括美国政府自己本身 他都是中共国扩张是扩张 台湾是台湾 没有以这样的方式连在一起 没有 无论是美国的白宫 美国的国防部 美国的这个包括 很多所谓的智囊团 都没有这个说法 所以确实赖清德有他的独到之处 因为他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是在电视节目上 在这个主持人追问的背景之下 问题的背景之下讲述的 而他紧接着就呼吁了 在台湾的各政党 要认清这个场面 认清这个局势 因为这个时间环境呢 正好是这个民众党的主席 柯文哲本身呢 在遭到了有关贪腐的指控 以及从贪腐指控的背景之下 还没有回家 他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 赖清德还依然在被指控 对不起 这个 这个 柯文哲一直在指控中 在当时台北的地检 地检署的这个 这个办公楼里面 一直被扣在那里 所以这是一个前后的时间对应 而赖清德非常评出直述的讲 暗指了蓝白河本身 在出卖台湾利益的问题上 在所谓的赖清德当选会引起 中共国对台湾的这种武力上的 不安全的这种威胁的角度来讲 轻描淡写就给说清楚了 而且关键就是把 把全世界给拉进去 台湾问题是国际性问题 我们必须跟民主阵营站在一起 包括四方对话 包括这个三方安全协议 包括五眼联盟 包括美日非峰会 这些都是民主阵营 要台湾一定要展示 保护自己国家的决心 所以这是很有趣的 他上述这些联盟 对吧 四方安全对话 澳英美三方安全协议 五眼联盟 都是以防止美国 防止中共国扩张为基础 那有关在南海地区 日本安全问题 菲律宾安全问题 那都是把台湾跳出去 他把台湾跳出去的本身 是碍于所谓的 要成为一个中国的 所谓的一个原则的说法 而这种原则的说法 代表着西方社会的这种虚伪 今天西方社会的虚伪 和西方社会的本身 面对客观事实 不愿意承认 被美国人自己出卖的中华民国 其实是他的真正道理是在这里 那也就变成了中共今天 对全世界的祸害 是当初的美国政府 引狼入室造成 那作为台湾的本身 作为中华民国的本身 是被出卖的人 是非常无辜的 其实是这个故事 但是赖清德本身 却表现得非常的 在我眼睛里 很令人敬佩的 很平铺直述的这么一个表述 这就是我们看到 说句心理话 看到这个场面 这个场面很令人感慨 那中共国面对 来自于路透社的 来自于ABC的询问 说你们怎么去回答 赖清德的这番话 中共国拒绝回答 就没有任何表战 完全拒绝回答 这是一个 我眼睛里就是 很逗人 很逗人的一个真实场面 这是非常真实的 这是非常令人感触的 就是如果你一定让我说 东升西降是什么 东升应该是中华民国的 所代表的中国人 真正中国人正统的 这么一个社会环境 这么一个国家本身的 重新再现 而中华民国的本身 被伤害 伤害他们 就是来自于西 来自于共产党的本身 来自于西方 所谓西方文明 传递过程中出现的 最邪恶的成分在其中 马克思 恩格斯 共产党 所以这是东升西降 也就是说 中华民族 重新找回自己的 本来的东西 抛弃 来自于西方 其实是在这里头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